鸡块凉水下锅煮出血沫 捞出洗净沥水备用 锅中油热放入鸡块 加老抽、蚝油、葱姜蒜、干辣椒 加水大火烧开 放入香菇、冰糖 转小火炖半个小时 最后加盐、鸡精、青红椒 红烧鸡块制作完成 起翻的双鸡 鸡腿用葱 生姜 生姜小叶八角辣椒干 料酒 小火煮15分钟 煮熟后捞出改刀装盘 碗里放小葱、蒜末、花生酱 抖不下来了 酱油、生抽 香油、辣椒油 花椒粉、五香粉、花生碎 少许盐味、鸡糖、胡椒粉 搅拌均匀 浇在鸡腿上面 然后上面再撒点芝麻 喜欢吃辣的放点小米